兄长带回来一个失了意的姑娘 长得像急了他心底那个人 我和整个将军府的人陪他演戏 骗了那姑娘整整五年 所有人都以为他只把他当提身 迟早有一天会将他泣于避洗 可我永远都记得 他恢复记忆的那天 兄长脸上的神奇 他平生从未那般害怕过 早早恢复记忆那天 血下得好大 他那样柔弱的一个人 尽那般决绝 那么风锐的竹台间 他刺进去的时候一定很疼 他流了那么多的血 却仍挣扎着不让兄长靠近 兄长苍白着脸望向他 我从未见过他那般神奇 嘴唇干裂 眼底心红 像只绝望冰死的困兽 他站在那里 定定地望着嫂嫂 眼底沉着深重的恐惧 和一丝极其细微的脆弱 明明受伤的是嫂嫂 他却好像比他还要疼 我站在兄长身后 万念俱灰 嫂嫂不要我们了 这是我们的报应 我早该预料到这样的结局 五年前 新朝出立 国号大渊 兄长有从龙之功 霍锋将军 寿命倾缴 前朝移民 百姓大都归顺 只少部分大印移民 誓死不愿背弃先朝 虽然执拗 却也都是些平民百姓 偏安易于 掀不起什么风浪 兄长不愿 可皇上说 大印野草不尽 振心难安 兄长拒不出兵 常跪垫前 皇上以公主半毒的名义 把我召进宫中 名为半毒 实为软禁 他是在以我的性命 威胁兄长 兄长最终还是去了 我也被放出宫 回到将军府等他 他回来时 满身鲜血 怀中抱着一个女子 那女子的衣裙 已被鲜血浸透 头上包着厚厚的白布 我急不上前 看清了那女子的面容 燕容 已经把她从皇宫里 带了出来 兄长抱着她 沉静地向房中走去 不是燕容 怎会不是 燕容和我们兄妹 自小一同长大 我怎会认错 我紧跟在她身后 我知道你爱慕燕容 可如今她已贵为皇后 你这样做 是要杀头的 兄长已走进房中 把她小心翼翼地 放到床上 不是燕容 长得像而已 她是前朝移民 聊聊几字 却让我汗毛倒数 我上前 将她上上下下地 打量了几番 只寻到一处不同 她眼底有颗小质 是燕容没有的 到此刻 我终于明白 兄长的意图 她对燕容爱而不得 她把这位姑娘带回来 是要她当替身 我不赞同地问她 移民除她之外 可还有人活着 兄长急轻地摇了摇头 我又问 你杀的移民中 可有她的亲人 她沉默不语 那就是有 我气非又无奈 你杀她亲人 还要她做旁人代替 这怎么可能 她怎会愿意 兄长缓缓地开口 她失忆了 回来之前 也在外面让大夫整过 我正愣 看向她面无表情的脸 变不出她的情绪 不想她对燕容的执念 竟这么深 让她可以违背道德 不顾危险 把一个仅仅是 她的姑娘带回将军府 且不说这姑娘 若有一天恢复了记忆 或是怎样一番风雨 但是让人知道 将军府中藏着一个 和当朝皇后 一模一样的女子 皇上会作何感想 我气急 你这是自觉坟墓 这位姑娘何其无辜 你要杀便杀 要就便救 何苦这般作践她 我知情缴移民 并非兄长本意 可这位姑娘又当真可怜 兄长 我想再劝劝她 可看着她坚毅的侧脸 我知道 她决心已定 兄长决定的是 没人能改变 她醒的那日 天气很好 阳光洒在她发间 发出绸缎般的光泽 我和兄长府衣推开门 她就抬头望了过来 我心下一致 燕柔是灼灼的牡丹 明媚张扬 而她就像是 独自绽放在空谷的幽蓝 让人不由自主地 想要靠近 想要保护 她很安静 没有预想中的惊慌和恐惧 只静静地看着我们 眼底是完全的陌生和茫然 你们是谁 兄长镇定地回答她所有的问题 她告诉她 她叫许柔 是我的嫂嫂 自小流落街头 跟我和兄长亲为竹马 一同长大 后来兄长跟着皇上打天下 立下战功 封了将军 二人便结成夫妻 她摔下马车撞到了头 我忐忑地站在兄长身后 听着兄长的弥天大谎 兄长所言之事 都是我们真正地经历过的 只是一起的人不是她 而是燕柔 他们根本没有结婚 她也不是因为摔下马车而失忆 就连兄长给她的假名 也藏着私心 她听完兄长的解释 垂眸沉默许久 忽然伸手 附上自己心口 凑近了兄长 我看到兄长 瞬间身形紧绷 她仰头看着兄长 眼眸漆黑 所以 我爱你 兄长红了耳尖 可为什么我会连自己的爱人也忘记 就算记忆可以失去 为何感情也会消失无踪 不留一点痕迹 她真的是个聪贵的姑娘 那之后 她和兄长商议 希望在自己恢复记忆之前 二人暂时分局 兄长自然是同意的 给了嫂嫂一个单独的院落 却很少来找她 可能她自己也不知道 该以什么态度对待她 与她接触最多的人 反而是我 嫂嫂一直没有放松警惕 虽然她看起来温顺安静 整整一年 她从未停止过向身边人询问 试图从直言片语中 判断兄长所说是否为真 将军府中的奴仆 都是兄长从战场上救下来的遗孤 对兄长忠心耿耿 有求必应 我和兄长连同整个将军府的人 编织了一个完美的谎言 恩爱夫妻 情深一睹 她探听到的 和兄长告诉她的别无二致 渐渐的 她终于开始相信我们 而她一旦选择相信 竟是那样的赤诚而真挚 兄长曾试图改变她 她经常对嫂嫂 说一些她和艳柔的过去 一些她珍藏在心底的记忆 似乎只要她说得多了 她就能真的拥有那些记忆 眼前人就能真的变成她 想要的那人 那日下了大雪 嫂嫂来了 兴致想去亭中赏雪 她以保护的姿态 跟在她身后 一步一驱 走到亭下时 她看着漫天飞雪 缓缓地说着那些往事 我又是曾差点冻死在街头 嫂嫂回过头来看她 兄长也回望着她 就在那天 我遇见了你 你刚从包子店偷了几个包子 被我半岛摔了好远 她眼里染上几分笑 后来 你把我拖回了自己的乞丐窝 把雪水煮开胃我喝 我命大 醒了 醒来时 你从自己怀中 拿出一个温热的包子 塞进我手中 不是很拙人的温度 我却觉得那是此生最暖 兄长提到艳柔的时候 整个人都温柔许多 嫂嫂却误以为 这温柔是她曾拥有过 却又忘却 而今又无法回应的 她拖下壶球 披在兄长身上 我不怕冷的 她声音里有着隐约的歉意 以后 只要我在 就不会再让你冷 兄长却猛地闭上眼 几乎站立不稳 仿佛被这句话压垮一半 这是她最想 从艳柔那里求来的一句话 今年求而不得 她却如此轻易地许给了她 真挚 热烈 如同誓言 嫂嫂不明白 她突如其来的情绪 只以为她被幼时的回忆伤到 于是温柔地拦住她 在她背上轻轻地拍着 笨拙地哄人 那之后 兄长再也没跟她说过那些往事 渐渐的 我们不再干预她的喜好 也慢慢地发现 她和艳柔除了样貌外 简直可以说是天差地别的两人 她是甜 艳柔喜酸 她饮食清淡 艳柔无辣不欢 她喜欢花 喜欢花束 喜欢一切脆弱美好的东西 艳柔偏好猛兽 她喜静 一本书 一局棋 一手曲谱 就能让她安稳地度过半日光阴 艳柔从不会这般安静 不过嫂嫂虽然喜静 却也没到大门不出的地步 在兄长多次拒绝她出府后 他们开始冷战 我去书房找兄长求情 兄长正在看兵书 我站在门边看了许久 她也不曾翻过一页 盯着书页正正地出身 我清了清嗓子 洋装换道 嫂嫂 你来了 兄长看我一眼 念无表情地将兵书翻过一页 却还是让 我抓到几缕 她朝门边张望的视线 我走上前去 别看了 嫂嫂没来 在房东生问气呢 她手中的书页又不动了 恐生事端 不过出个门而已 带好木梨便是 兄长放下兵书 捏了捏没心 不出门才最安全 真是永言不尽 那行吧 你自己去跟嫂嫂说 我可告诉你啊 嫂嫂这几日 可都没好好地吃饭 饭间 我去寻嫂嫂 一进门就看见 站在院中的兄长和嫂嫂 嫂嫂垂着眼 眼尾鼻头通红 想是又委屈了一番 兄长直挺挺地站着 冷着一张脸 将手中的木梨递给嫂嫂 出门带好木梨 不可独自出门 想去哪里让阿月陪你 嫂嫂似是没想到 兄长会让步 愣了许久 才伸手接过木梨 她把木梨抱进怀中 轻轻柔柔地笑了起来 比月光还美 我看愣了一瞬 却见她忽然上前两步 点脚吻在兄长脸侧 眼神清明澄澈 谢谢 我很欢喜 我看见兄长的脊臂 瞬间将命 她就那样将在原地 直到嫂嫂进门 她才松懈下来 伸手俯上自己脸侧 末了 柔和了眉目 我悄无声息地离开 兄长亮的神情 我已许久不曾见过 所以哪怕这只是一场谎言 我也开始奢望 这场谎言 能维持得久一些 春去秋来 一年又一年 饭桌上浓颜重辣的食物 渐渐地被清淡菜粥代替 基本上 只要扫扫 说不喜欢吃的饭菜 我都会让厨子不要再做 她想看的书 想欣赏的曲谱 只要她说出口的 兄长也一定会送到她手中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 兄长下朝回来 总会带些零嘴 松子糖 桂花糖 蜜子糖藕 每日不重样 给 她冷着脸把糖扔到我怀中 便转身走向书房 她近日公务繁忙许多 我看着手里的松子糖 心下怀疑 这是给我的吗 我从不吃甜食 她又不是不知道 喜吃甜食的人是嫂嫂 她每次吃到糖 都会很开心 嘴角轻轻地痒着 我拿着糖去找嫂嫂 来得不巧 她正来了鬼水 她身体有些弱 来鬼水时总是疼得满脸煞白 红糖水 扎针 什么都不管用 只有兄长给她暖着 才会好些 每月这几日 兄长总会带着公物 去到她房中 把她揽在怀里 用手给她暖着 嫂嫂还不太习惯 这种程度的亲密 总是在她怀里 说着动也不敢动 兄长向来是个木头人 总是面无表情地 一只手处理公物 一只手挥挥挥挥挥地 给嫂嫂暖着 动也不动 偶尔待得晚了 我过去喊汤吃饭 嫂嫂已经窝在 兄长怀中熟睡 她早已办完公物 仍旧小心翼翼地抱着她 像捧着一碎的珍宝 月月赴月月 寒来蜀网 年关将至 兄长却接到任命 要去编誉剿匪 意外来得突然 兄长的亲卫 来府中找她商议剿匪之事 身穿银白铠甲 背负白羽长弓 腰配长剑 威风凛然 她去书房找兄长 引面撞上正要出去的嫂嫂 我跟在嫂嫂身后 亲眼看见嫂嫂瞬间白了脸色 手中拿着的杯碗 尽数地摔在地上 兄长从书房走了出来 及时地接住了软身 向后倒去的嫂嫂 她苍白地倚靠在兄长怀中 呼吸沉重 迷蒙准眼 看向兄长亲卫 我好像见过你 嫂嫂用手按着头 仿佛痛极一般 似乎要记起些什么 兄长脸颊一侧的肌肉 瞬间绷紧 没有丝毫犹豫地 将嫂嫂抱起 走向她院中 我拦住想要去追兄长的亲卫 你就在这儿等兄长来 我一颗心 也在胸腔中 碰碰碰地乱跳着 跳得我手脚发软 原来真的如嫂嫂所说 有些感情 即使失去记忆 也会留下痕迹 兄长就是摔着 这只亲卫 学倾脚的移民 难怪她会有这么大的反应 嫂嫂昏睡了一下午 醒来后 面色苍白 我紧张地看着她 小心地观察着她的神色 她俯着头坐起 阿月 我这是怎么了 她没有记起来 我松了一口气 一直静静地 站在我身后的兄长 无声地走了出去 即使再多理由 兄长手上的鲜血 我们的罪孽 无可辩驳 此后 府中再没有出现过 银白甲皱 临行前 嫂嫂给兄长 准备了许多保暖的东西 护膝 护腕 披风 针脚细密又厚实 是嫂嫂熬了几碗 亲手做出来的 嫂嫂话少 把东西给了兄长 就静静地看着她 不要瘦了 我和嫂嫂站在门口送她 兄长正准备上马 嫂嫂就换住了她 重云 兄长回头 她走近 声音轻柔 平安回来 她的身影 印在暖黄的灯笼下 勾出了一道金颠 整个人看起来都暖浓浓的 这句话从未有人 对兄长说过 熟悉她的人都知道 她实力强悍 战无不胜 连关心都显多余 过了许久 我终于听到 兄长低沉阴雅的声音 好变不出情绪 将军府里都是孤儿 每年的春节 都是大家一起过 嫂嫂让我帮她请来采访 给所有人都治了新衣 我的新衣 是她亲自做的 新年夜 她给了我一个大大的红包 阿月 碎碎平安 窗外烟花绚烂 家仆们都围在一起 热热闹闹地吃饺子 笑语生生 我穿着嫂嫂给我做的新衣 接过她手里的红包 我和兄长自幼流离失所 没有父母在身旁 没人给过我们这些 后来兄长功成名就 却也繁忙 经常是家仆们陪着我过年 偶尔兄长在家过年 也不会在乎这种琐事 这么多年 我第一次体会到了一种 近乎家的感觉 感动生出的瞬间 愧疚也蔓延成灾 我总想着 对她好些再好些 我才不至于被这歉疚压垮 兄长剿匪很顺利 在元宵节前赶了回来 她在一个清晨回到家 我去找嫂嫂 看见她静静地站在她的床前 垂眸很认真的看着她 嫂嫂睡着的时候 醉像艳柔 兄长忽然俯身靠近 手指叙叙地点在嫂嫂眼下 那里生着一颗痣 是嫂嫂唯一不像艳柔的地方 我分不清她到底在看嫂嫂 还是在透过嫂嫂看艳柔 兄长向来擅长隐藏 她的心思我从来看不透 她只起身准备离开 一脚却被嫂嫂钻进手心 她顺势停步 就这样停在原地 似乎打算就这样 一直站到嫂嫂醒来 我上前一步正要喊她 她忽然看了过来 眼神冷立 将食指竖在唇间 示意我近身 我蹲在原地 静也不是退也不是 索性嫂嫂很快地醒了过来 她在清晨的日光中 看着兄长眼眸微亮 轻轻地笑了起来 你回来了 她垂眸 回应她 嗯 二人之间再无言语 只安安静静地对望着 我在兄长身后 看不清她的神情 只隐约地看到她勾着唇角 似乎是细微地笑着 晚饭后 我去寻兄长 她买手公务头也不抬 可是 我走到她面前 斟酌许久 已如今待嫂嫂有几分真心 她每对我好一分 我就多一分歉疚 所以 我向兄长求答案 仿佛只要兄长 不把她当艳柔替代 我心中的歉疚 便能少几分 兄长动作一顿 没有抬头 也没有回答 她的表情平静无波 我看不出任何情绪 她向来擅长沉默 两久 她答非所问 明日元宵 你带她出去看看 我想起那日去给嫂嫂送旗谱 听见她对兄长说 元宵节我想出去看看 兄长当时说 我身份特殊 想要我命的人不在少数 府外不安全 嫂嫂听出了她的拒绝 做了让步 但眉眼间难掩失落 我原以为兄长已定了主意 不想进突然变化 还真是破天荒 头一遭 我问她 元宵节人多眼杂 很容易出意外 你不怕嫂嫂被人看见 兄长终于抬起头看我 给你嫂嫂带好目离 她停顿片刻 似是不放心 接着说道 我明日和你们一同去 我看了眼她堆积成山的公文 你最好真的能去 元宵节很热闹 灯会 杂耍 鱼龙舞 嫂嫂脚脚步轻快 心情很好 兄长言出必行 随我们一同来了灯会 她不远不近地跟在我们身后 手上拿着嫂嫂方才赢下的花灯 我们谁都没想到 会在这 里遇见微服的燕柔和皇上 燕柔看见我们 满脸欢喜 即使当了皇后 她还是那么肆意 没有半分改变 她朝着我们的方向跑了过来 重云 阿月 你们也来逛灯会 我瞬间汗毛倒树 如临大敌 迅速地把嫂嫂挡在身后 嫂嫂带着目离 燕柔看不清她 她也看不清燕柔 但她们两个相隔这么近的距离 足以让我不安 兄长也走上前来 把嫂嫂严严实实地挡在身后 小声地对我说 待她回府 我拉着嫂嫂转身就走 可是来不及了 燕柔直接扑上来抱住我 你要往哪里去 见我就跑 什么意思 她动作太大 撞到了嫂嫂的目离 目离一整个掉了下去 我的心差点要跳出胸膛 嫂嫂露出了额头 眉毛 眼睛 我看着下落的目离 连呼吸都停住 下一刻 嫂嫂整个人被兄长抱进怀中 头埋在她胸膛 有惊无险 我长出一口气 把燕柔从我身上拉了下来 你总这么貌似 燕柔却不看我 只盯着兄长和嫂嫂 目光在嫂嫂身上 群寻许久 最后落在兄长身上 这位是 兄长不打 嫂嫂轻微地挣扎了一下 被兄长按着后脑勺 压进怀中 许是压得有点重了 嫂嫂的手攥紧了她的衣袖 兄长便下意识地摸着嫂嫂的头 像是安抚 又像是道歉 我捡起目离 挡在燕柔和嫂嫂之间 给嫂嫂带上目离 我才发现 我的手竟然在颤 嫂嫂 我身体有些不适 我们先回吧 嫂嫂点了点头 燕柔的声音 却在我身后响起 我方才见这位姑娘的眉眼 与我有几分揉 缓步地走在燕柔身后的皇上 赶了上来 换她 嫂嫂和燕柔 同时有了动作 燕柔转身 嫂嫂抬头 兄长揽着嫂嫂的手臂 瞬间绷紧 我出了一身冷汗 这里是片刻 也待不得了 我和兄长对视一眼 朝附近的一位路人 弹曲一颗小石子 那人踉跄地扑倒在他人身上 很快地起了争执 街上人多 冲突迅速地激化 街上乱成一团 皇上护着燕柔往后退 兄长拉着我和嫂嫂 退向反方向 为了不让人群撞到嫂嫂 他把嫂嫂横抱在怀中 朝我们的马车走去 我跟在身后 回头看向燕柔 皇上身边跟着的人 已经迅速有效地控制住了局面 燕柔被她们护在中间 和我的视线撞了正着 她的视线并未在我身上停留 而是越过我看向兄长 我突然意识到 这是第一次 兄长没有因为燕柔而停下脚步 以前 但凡燕柔在的地方 兄长总会为她停留 哪怕只是远远地看着她 我说过 嫂嫂是个很聪慧的姑娘 她从我们反常的态度 和那声柔中 决出了不对 在马车上 她摘下木铃 看向兄长 刚才那位姑娘与你们是旧时 兄长撒不了谎 点头应事 她进了片刻 又问道 她可是与我同名 我听见那人换她柔 我脚紧了手指 心跳到了嗓子眼 车厢那一片寂静 只有哒哒的马蹄 一声接着一声 像踩在人心上 两久 兄长终于打破沉默 声音沉而稳 不同名 她叫燕柔 是当朝皇后 换她的那人是圣上 我随皇上打天下时与她结识 是我和阿岳的旧友 兄长的话真假参半 身份是真 结识时间是假 嫂嫂不知信了几分 眼神清澈而坚定 既如此 你们为何怕我见她 为何怕嫂嫂见她 当然是怕他们一见面 一追问 所有谎言不攻自破 知道那些青梅竹马 恩爱情深 救命之恩都是徐网 她必不会再留在将军府 兄长沉默地与她对视着 眉眼冷立 嫂嫂丝毫不切地回望 不再逼问 也不是若后退 许久 兄长终于一开视线 给出解释 不是怕你见她 是怕他们见你 我曾向皇上皇后启示 天下不宁 此生不娶 娶你是我欺君 嫂嫂愣住了 睫毛青颤 她看着兄长的侧脸 红了耳间 我知道了 这句誓言是真的 当初皇帝察觉到了 兄长对艳柔的感情 要给兄长赐婚 兄长不愿娶他人 逼不得以立此重视 多亏她能想起来 嫂嫂被这个理由说服 不再追问 我一颗心动的一声 落回胸腔 脚的发麻的手指开始回血 泛起密密麻麻的痛痒 我终于后知后觉地意识到 我根本不想她离开将军府 我希望她能长长久久地 做我的嫂嫂 真是卑劣 我们再不敢让嫂嫂 离开将军府半部 可我们拦得住嫂嫂 却拦不住艳柔 她在兄长生辰那日 不请自来 带着一件极贵重的喝场 兄长的生辰 和皇上的生辰是同一日 她已经很多年 没有给兄长庆祝过生辰了 侍卫来通传时 嫂嫂正把自己精心准备的御官 递给兄长 那是嫂嫂亲自做图 数字一搞 和工匠没日没夜地熬出来的 艳柔从来不是那种 会等人通传的人 是为话音刚落 艳柔的身影便已出现在门边 防不胜防 必无可避 门内门外 两张脸 宛若照尽 御官跌坠在地 清脆的碎裂声 震耳欲聋 一瞬间 空气死一般地寂静 艳柔自上而下地 打量着嫂嫂 嫂嫂也回饰着艳柔 兄长站起身来 挡到二人中间 你怎么会来 艳柔说回视线 看着兄长满脸笑意 当然是来给你庆祝生辰 她接过随从手中的 喝场地给兄长 你不是最怕冷吗 有了这个 你绝不会再受冻了 你还记不记得 我们第一次见面 你差点冻死在街头 还是我够了 艳柔 我和兄长同时出声打断 兄长钻解了嫂嫂的手 胸膛剧烈地起伏着 艳柔从未被我们兄妹 这般截厉色过 一时也变了脸色 不再言语 还是你如何 嫂嫂挣脱兄长的手 从兄长身后走了出去 兄长握住嫂嫂的手腕 嫂嫂低头看了一眼 不为所动 她只静静地看着艳柔 我有几件事 想向姑娘求证 劳烦姑娘为我解惑 兄长想出声阻止 张了张口终究无言 只看着嫂嫂 眼底渐渐地慢起心红 不知是愤怒还是伤心 她要换嫂嫂什么呢 艳柔就在眼前 她难道要换嫂嫂柔 可除了柔 她还能换什么 我们根本都不知道 嫂嫂的名姓 她幼时差点冻死街头 煮血水给她包子的人 可是姑娘 嫂嫂没有因为兄长的阻止而停顿 艳柔扬为扬眉看向兄长 你连这都告诉她了 接着才看向嫂嫂回了句 是我 嫂嫂又问 重云曾起誓 天下不明此生不娶 可有此事 艳柔低头笑了笑 有 当时陛下非要给她赐婚 她不愿才出此下策 不过我们都没有当真 姑娘和重云 阿月可是青梅竹马 是 自幼相依为命 情同手足 嫂嫂闻言沉默许久 对着艳柔扶身道谢 多谢姑娘解惑 随后渐渐地上移 望向兄长心红的眼 齐重云 她才是你的柔 那么 我是谁呢 兄长牢牢地握着嫂嫂的手腕 死死地盯着她 脖梗和额头 浸出细密的汗 她无法回答嫂嫂的问题 转头看向艳柔 皇后给臣子轻声 余里不合 阿月 送客 我撑着发软的双腿 拉过艳柔 走艳柔却瞬间变了脸色 你们有了替身便这般待我 如今我在这将军府 是连顿饭也吃不得了吗 兄长看她一眼 喊来自己的亲位 墨山 送客 艳柔几乎是被架着 送出了将军府 兄长这件事 处理得鲁莽又冲动 但我们都没有心思 去考虑冒犯皇后的后果 眼前的境况才是最糟糕的 嫂嫂试着挣脱兄长的手 几番无果 她累了一般地捶着头 放手 轻飘飘的语气 兄长却似被烫到一般 紧抓着她胳膊的手 一根手指 一根手指地慢慢松开 颓然地垂下手臂 嫂嫂向门外走去 我急步上前拦住她 垂死挣扎 嫂嫂 不是你想 的那样 你别走 你别走 你不是替身 兄长 兄长她是喜欢你的 嫂嫂停下脚步 是吗 我着急地看向兄长 兄长你说句话呀 她沉默不语 神色灰暗不明 我忘了 她自小便是这样 越喜欢便越不承认 仿佛只要不承认 就永远不会失去 嫂嫂等了许久 自嘲般地笑了一声 罢了 替身而已 谈何喜欢 我可以不追究 一切谎言和欺瞒 我只求离开 我知道 她的要求是合理的 我们根本没有资格 求她留下 可我的胸口 就像被压了快去时 一般难受 哽咽着再也说不出话来 嫂嫂步步离去 我步步相拦 纠缠间 兄长终于开了口 别走 嫂嫂停步 我以为自己听错 向房中看去 兄长的半边身体 都没在阴影中 只又说了一句 别走 隐隐地含了泪意 嫂嫂就因为那句别走 留了下来 但隔阂已经产生 他们再也回不到从前 兄长经常去找嫂嫂 却也只是站在门前 不敢推门进去 有时拿着桂花糖藕 有时是松子糖 不过终究没有 给到想给的人手中 嫂子来月室那几日 兄长会彻夜地 站在嫂嫂门前 知道嫂嫂疼着 她也无法安眠 明明只是一道门 我们都没有勇气去推开 我们不敢 怕看到嫂嫂眼中的 失望和怨怼 兄长开始在 嫂嫂院中种花树 一株又一株 都是嫂嫂曾经提过的 喜欢的花 等到花树开花的时候 嫂嫂终于走到兄长身边 牵过她的手 我不知道 嫂嫂为什么会原谅兄长 或许是这些花树 让她相信了 兄长对她的感情 谁知道呢 只要她们好好的 其他的都不重要 嫂嫂心里有许多疑问 不过她没有在追究 而她不追究的理由 想来也只有那一个 无非是心已动 覆水难收 我记得 那是个夏日 我和嫂嫂在花树下那两 不小心在堂里上睡着了 醒来时 发现本该在外的兄长 不知何时赶了回来 正低头撵去 落在嫂嫂发间的花瓣 花瓣落了许多 她简得仔细又认真 我本以为 这样平静安稳的日子 还可以过很久 可是偏偏 天不遂人愿 谁能料到 前朝移民 竟然还有落网之余 她只身来刺杀兄长 寡不敌众 很快地便被将军府的侍卫制服 我和嫂嫂被吵闹声惊醒 不约而同地赶到了兄长院中 兄长走到嫂嫂跟前 将他护在身后 那人却盯着嫂嫂的脸 大叫一声 懒惹 你还活着 你竟然还活着 快 跟我一起杀贼 他图我大印移民 杀你父兄 助我杀贼 助我杀兄长的亲卫 不待他说完 一见封喉 鲜血喷剑 那人睁着眼没了声息 兄长揽着嫂嫂 要离开这血腥之处 却被嫂嫂阻拦 嫂嫂苍白这一张脸 毫无血色 喃喃自语着 懒惹大印父亲 懒惹他的气息越来越急促 吃力地攀着兄长 手指紧紧地 搅着胸口处的衣巾 忽然猛地喷出一口血来 晕了过去 再等嫂嫂醒来的时间 我在心里祈祷 嫂嫂上一次没有恢复记忆 这一次应当也不会 可上天这次并没有眷顾我 嫂嫂醒来时 还是那般安静 静静地望着我和兄长 柔儿 你醒了 嫂嫂 你醒了 我和兄长一口同声 他却欺然地一笑 声音色哑 我叫懒惹 他眸中湿了所有光彩 木然地看向兄长 不是你的柔 又转头看向我 更不是你的嫂嫂 在我们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 他动作极快地 拿过床边的烛台 拔掉蜡烛 将锋利冷硬的烛台间刺入胸膛 兄长出手已经很快了 但还是没有拦住 尖刺没入他的血肉 再拔出 温热的鲜血喷涌而出 溅在我们脸上 我正愣在原地 一时失了所有反应 兄长轻身躲下烛台扔到地上 伸手想按住他的伤口 他拼命地推开兄长 不顾一切地反抗着 缩着身体躲向床脚 鲜血越流越多 兄长健壮 站在原地停了所有动作 在战场上披荆斩棘 战无不胜的狼王此刻 收敛起了厉齿尖牙 茫然无措 蓝热看向兄长 眼底的绝望和咽气铺天盖地 他的眼泪大颗大颗地砸下 血和泪混在了一起 你骗了我好苦 我看到兄长瞬间红了眼眶 我第一次看透了他 他在害怕 明明受伤的是蓝热 他却好像比他还要疼 青梅竹马 恩爱夫妻 真是荒唐 你我明明素不相识 血海深仇 五年这五年 他眼中的绝望越来越深 整整五年 他在谎言里付出真心 和自己的仇人纠缠难舍 他甚至怜他爱他 他那样的人 一旦恢复记忆 对自己的恨会和对兄长的恨一样甚 蓝热自不成俱 失血过多 使他渐渐地瘫软 长长的睫毛 越来越频繁地垂下 兄长眼神一错不错地盯着他 声音压得极地地对我说 去请抚一 我像接到指令的傀儡一般跑了出去 找到抚一后 拉着他便往朝嫂嫂院中狂奔 在进门时 嫂嫂已经陷入昏迷 苍白的脸 四目的血 兄长紧紧地抱着他 一手死死地按着他肾血的伤口 他看向抚一 声音在颤 救他 抚一随兄长在战场多年 经验丰富 妙手回春 在等嫂嫂醒来的期间 兄长接到了出征的圣旨 北疆入侵 兄长三日后便要出征 北疆是大渊最大的外敌 只有兄长率领的军队曾打败过他们 这一仗 只能兄长去 兄长白日忙着军务 晚上回来时便站在嫂嫂房前 长久地望着紧闭的房门 嫂嫂在次日醒来 要兄长放他离开 兄长不愿 他们之间便再无言语 嫂嫂不再跟他说一句话 侧身朝床里躺着 兄长看着他的背影 不靠近 也不远离 他几乎要站成一块山石 可嫂嫂说 出去 他声音很轻 没有什么太激烈的情绪 可兄长还是颤了一下 明明还是山一样挺拔的身姿 我却觉得 他下一刻就会坍塌成废墟 他不愿再见兄长 自然也不愿再见我 我随着兄长走出嫂嫂房门 在踏过房门前顿住了脚步 我说不清心里的感觉 只隐隐地觉得 走出这道门 有些东西将永远消失在我的生命中 兄长在嫂嫂院中加强了防卫 防止他离开 也防止他寻短剑 可有些事情是防不住的 嫂嫂开始不吃东西 只短短两天 他整个人迅速地消瘦 面色灰败 我很怕端着饭进去劝他 嫂嫂吃一点吧 求你 嫂嫂依旧侧身躺在床上 不看我 声音平静无波 别这样换我 你们何必如此 我本就该死在五年前 像当年杀我至亲那样 杀我就好了 我不过是个替身 你们非要留我的命做什么 他这样实在叫我难受 我没有被父母抛弃的记忆 如今嫂嫂这样 我竟像被母亲抛弃一般难过 千言万语涌上心头 我开口想解释 却实在乱了分寸 不是 你不只是替身 你不一样 兄长他 兄长他也不想杀你亲人的 是皇上逼他 皇上用我的命逼他 他的感情总是藏得很深 可我知道他很爱我 他自小就把我保护得很好 把我扛下了所有风雪 或我周全 从不让我受伤 兄长他 心里很苦 所爱从来求不得 他这一生的温暖少得可怜 兄长后日便要出征北疆 这场仗很难打 你们好好的 我希望他们好好的 一切罪孽让我来担 我可以用我余生 用我的命来偿还 嫂嫂声音虚弱 就算皇命难为 可他杀我至亲是事实 我亲眼见他杀了我阿爹和兄长 爹爹地写见了我满身 阿娘自吻 右弟也未能幸免 小小的尸体躺在我怀里 他很深地吸了一口气 按住了自己心口 愁身四海 你叫我怎么不怪他 我和他已成死局 他们本不该相遇的 因为命运纠缠在一起 如今因为家国纱布 得 因为血仇爱不得 嫂嫂从床上撑坐起来 近乎哀求 阿月 让我走吧 我想回家 我从嫂嫂房间出来 一眼看见了站在花树下的兄长 他不知在想什么 凝望着虚空 脸色苍白 偶尔眼底闪过一丝情绪 又是长长久久的争忠 我走向他 放他走吧 兄长好像终于回神 眼神沉沉地望着嫂嫂紧闭的房门 我 为什么 他恢复了记忆 我们留不住他的 兄长依旧执 我不知道他为何这般执着 我问他 你爱上嫂嫂了吗 他不回答 又是逃避 他一心寻死 此时放他出去 他必死无疑 我追问 你爱他吗 爱又如何 不爱又如何 兄长垂下头 难难自语 从未有人因为我的爱而留在我身边 他走进房门 用嫂子可以听见的声音说 你的亲人是我亲手所葬 想知道他们葬在何处 就活着等我回来 亲脚移民后 兄长和他的部下 安葬了所有移民的事故 大多数都就地安葬 只有少数几人 兄长近期气节 为他们寻了快好去处 其中就有嫂嫂的亲人 嫂嫂自那日起终于开始吃饭 只是开始吃饭 他再不与我开口交谈 兄长出征前夕 我睡得很不安稳 起夜时 看见兄长房中的灯还亮着 我靠近从窗中看去 看见他在绣着什么 地上垂着的布料 隐约是红色 我自小便是兄长带大 他拿得了刀枪棍棒 也拿得了绣花针 只是他很久不曾亲自绣过什么了 我看了许久 恍惚地意识到 那似乎是婚服 原来在这场谎言里 付出真心的不止嫂嫂一人 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开始绣的 不知他绣了多久 但我清楚他绣过完这婚服了 就像他再也等不到 嫂嫂邻居平安回来 他就那样带着遗憾奔赴了战场 秋去东来 花束萧索 兄长还没有回来 边疆战士紧张 府中侍卫皆是兄长亲卫 渐渐地都赶去战场 我没想到 燕柔会趁着府中防卫松懈 让人带走了嫂嫂 那日我去给嫂嫂送吃食 府一推开门 房中人便看了过来 笑容明艳 阿月 我心下有片刻的欢喜 却在瞬间反应过来 不对 不是嫂嫂 燕柔 燕柔拢了拢他身上的衣服 阿月你当真厉害 我俩这般像 我还穿着他的衣服你都能认出来 我一股无名火起 语气不善 脱下我嫂嫂的衣服 还有 我嫂嫂在哪 燕柔脸去笑意 嫂嫂 你竟然叫他嫂嫂 不过一个前朝见名 你小的时候 总是跟在我屁股后面 追着我叫嫂嫂的 我无意与他多争辩 我多担了一会儿 嫂嫂就多一份危险 你也说是小时候 我问你我嫂嫂在哪 燕柔脱下身上的衣服 随意地扔在脚下 不回答我的问题 说实话 袁小姐看见他的时候 我就很不爽 就算我不要七重云 他也不能喜欢别人 哪怕是我的替身 至于那个贱民 想必已经在他父亲坟前自尽了吧 他上马车前 竟然还跟我道谢 真是一个 我不带他说完 便一巴掌甩到他脸上 他捂着脸愣住 似乎不敢相信 我会对他动手 毕竟他如今贵为皇后 我逼近他 这天下是我兄长打下来的 他能让你成为皇后 也能让你做不了皇后 今后 莫再干涉我们的家世 燕柔在元宵节见过嫂嫂之后 便一直心存疑虑 兄长瞒得紧 他暗自探查许久 才搞清楚来龙去脉 甚至查到了嫂嫂亲人的买骨之地 芸汐镇南山脚下 他竟派人将嫂嫂送去了南山 他这是送嫂嫂去死 我一刻也不敢浪费 策马赶往芸汐镇 临行前 燕柔问我 为什么你这么在意她 她不过是一个替身而已 她不过是我的替代品而已 世上哪有什么替身 每个人都独一无二 世上只有一个燕柔 我也指认懒有一个嫂嫂 燕柔 以我今生的情分 至此便算尽了 她既已清楚一切 也必然明白 嫂嫂此去 绝无生机 她向来擅长 以最无辜的姿态 做着最恶毒的事 我感到芸汐镇时 嫂嫂趴在一座坟前 已经气弱油丝 整整七座坟 她分不清哪座是她的亲人 我扶起她 她的意识已经涣散 看着我露出一丝忌惮的笑 阿娘带我回家 她早已满脸泪痕 眼中的伤痛那么深 那么深 嫂可能她真的不想听到我在换她 最后一声 嫂嫂还未叫出口 她便在我怀里没了呼吸 我颤抖着手摸向她的颈尖 心下大痛 嫂嫂 我的心里振振刺痛 想哭 眼泪却似乎倒流进胸膛 泛起成片的脚痛 我把脸颊贴近她的头 嫂嫂 对不起 对不起 霸占你这么久 欺瞒你这么久 我会赎罪 我会赎罪 日后黄泉再见 你不要不理我 我在南山下起了第八座坟 立了墓碑 只写了她的名字 懒惹之木 当晚 我收到了兄长的第一封家书 纸上聊聊几字 可平安 是问嫂嫂 怎就这般巧 我的泪砸在信纸上 学着兄长撒谎 平安 将军在战场上分心 葬送的不仅仅是她的性命 我不敢坦诚 近年官时 战事终于停了 兄长击退北江 却也受了重伤 一支毒箭穿肩而过 那是北江的食骨毒 没有解药 军医弯肉踢骨 用另一道毒来压制 才勉强地吊住兄长一条命 让她得以回京 她回到将军府时 行销鼓励 兄长未穿假皱 整个人照在空荡荡的衣衫下 影子一样单薄 我在门口接她 她没有停留 向嫂嫂的院中走去 兄长 我在她身后喊她 她脚步一顿 似乎明白了什么 仍旧向前 我奔上前去 拦住她 为雨泪先流 兄长 她推开我 脚步踉跄 突然开始剧烈地咳嗽起来 她咳出血来 撑跪在青石板上 像一座青腿的山 我和府衣上前扶起她 她推开我们的手 咬牙站了起来 她望着嫂嫂院落的方向 就那样正正地看着 久到天上开始落雪 纷纷扬扬 落在她脸上 溶成水落下 眼泪一半 许久 她终于转身 走向书房 我告诉了她 前因后果 她没有说什么 我不知道 她现在对燕柔 还有多少情谊 次日 燕柔同皇上来府中看她 被她的亲卫 以将军病重 不敢见贵客为由 拦在将军府外 不许踏入将军府半步 皇上走时 脸黑得像锅底一般 年冠将至 将军府却一片萧锁 兄长的身体越来越差 我请来许多圣手给她看 众人都束手无策 拂一跟我说 将军她求生意志很弱 别说这毒 我们没法解 就是能解 她恐怕也 我依旧固执地 给她熬着草药 逼她喝下 就如同当时 看着嫂嫂吃饭一般 那日 下了好大的雪 我去给她送药 推开门却不见人 我四处寻找 便寻不得 却忽然发现 她房中有一口 打开的箱子 那里曾放着 她为绣完的婚服 我知道她去哪了 我赶到南山时 她正跪在嫂嫂坟前 头抵着嫂嫂的墓碑 如圈鸟龟巢 她穿着鲜红的婚服 上头的仙鹤 只绣了一半 嫂嫂的嫁衣 被她披在了墓碑上 她把嫂嫂的嫁衣 绣得真好看 大雪纷纷扬扬地 落在嫁衣上 四眉开白雪 我走近 看见她双眸紧闭 眉眼已覆满薄霜 她死了 洞壁于风雪 我的心脏 像是破了一个大洞 风雪呼啸着涌入 每吸一口气 都寒入骨髓 她明明最怕冷 我恍惚间想起 那年亭中赏雪 嫂嫂为她披上披风 说以后 只要我在 就不会再让你冷 她是故意的 她在用这种方式赎罪 她的一生都是冷的 生于严寒 死于严寒 雪下的好大呀 白茫茫一片 一切爱恨终成泥烟 兄长这次从北江回来 又带回来许多战场上的遗孤 我这个大孤儿 照顾一群小孤儿 还算合格 几年后 北江入侵 大渊鸣不聊生 百姓揭竿而起 推翻大渊 建立了新的王朝 听说 皇上皇后死于叛军刀下 尸骨无存 这大渊是兄长打下来的 兄长王 他的气数便已尽了 我归顺了新朝 安稳地生活 我做了许多善事 见庙赈灾 拜佛祈福 不敢有一日懈怠 我始终记得 我活着 是为赎罪 全文完